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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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WOWDEO,四日影评 今天讲讲最新的2024年Netflix Don't move 其实有一套同名的 2004年 20年前 西班牙美女做主角 回看影片的时候 那套电影IMDB给到7分 一看都很精彩 只看影片,你看到男主角 本身是名医,事业有成 交通意外之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意大利美女 究竟她的生命里是是和是福呢? 可以牵引给她看 现在这一套 是,我都牵引我看 那女主角如何逃出生天 逃离魔爪 但当中有白痴的桥段 和角色设定 稍后慢慢讲 它可能有些像TRAP 我不讲那么多,你自己看 这是低成本的TRAP 但现在一套,相反 TRAILEROK的,有漂亮的风景 但一看的时候就不够 IMDB也给到5.9 Rotten Tomato影评人高分 73% 但观众就不买账 我给到43% 我大概给到5分 因为起码我没有睡觉 但她这个经律,电影不经律 恐怖电影不恐怖的时候 就输了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它低成本不要紧 你只是坊间小阵的美国恐怖电影 但因为它的设计 就是TRAILER来说 女主角就被落药 20分钟里,她就慢慢会 爽失她的活动能力 手脚不协调的了,说话的能力 最后就暈了 在过程里,她要自己数 手指甲可不可以点到食指 点到中指 但是慢慢一只触碰不到 慢慢控制不到脚 或者呼气都困难了 这个设定是特别的 因为未试过女士主被落药 整部电影就讲了 如何去挣扎求存 这个设计是特别 但失败也是这个设计 即使想象的女主角拼命地挣扎 尝试动手指头 看着她坐在那里 动一分钟的时候 你悶不悶 此其一 其二就是 举几个例 她有几个场景 例如去到一个小屋 或者油站 你去到小屋 只是吐气的三分之一 油站可能是过了一大半 但你还有时间静的时候 即是什么 即是她一定是脱不了身 你怎么挣扎的话 你都猜到 她没那么快脱身 你脱身就没气场 所以在剧情可预知之下 就是不好看的地方 或者沉悶的地方 令到经历感大减 但我为什么仍然要说这部电影 来一个声音笔 因为我看的时候 比我上一套两套好电影 大家都想到那个breakdown 1997年 其实都是一个小半经营 简单来说 在一个road trip里面 罗素高尔 即是The Thing的男主角 或者逃出纽约的男主角 跟老婆穿州过省 去公路旅行 但途中坏车 坏车怎么办 不要紧 遇到善心人 那货贵司机 不如这样 你看着这部车 我车她老婆 去前面的check point 等你 那我傻佬 懵佬又信 即是那个年代 没有手来电话 那货贵司机就说 不如我车她老婆 前面的check point 打电话 很近 打完电话 就可以叫波车来 拖你一部坏车 老公留在死车现场 老婆随着货贵司机走了 但故事都猜到 老婆有没有回头 没有回头 老公就发狂地找她 究竟那货贵司机 是什么人 是否变态 就是这部电话 你看到成本低 但因为剧本写得好 主角他们演得入戏的时候 剧情紧臭 你会很紧张 究竟她老婆怎样 究竟老婆怎样 找不得回呢 这个就是breakdown 1997年 另一套精彩 我之前也有介绍到 应该是2023年的 亦都是Netflix的 韩国恐怖经律剧集 Somebody 但为什么要说Somebody 就是其中有一两集 都是在深山幽谷 那些郊野公园里面 尿无人烟 就是个变态佬 骗了个美女 去到郊外里面的时候 那种紧张感 那种恐怖感 就是根本是满日出来 像写出来 但这次如果对比之下 这一套得放5分 就是因为经律感 刚才说了 她本身的设计已经有问题 因为女主角是被落弱 不断挣扎 那开始都OK的 但你挣扎整部电话的时候 就很悶 刚才我说了 你坐在车上 你想尝试移动手指头 或者想尝试打开车窗 打开车门 你看她挣扎的时候 一来又闷 二来都猜到 没有那么快开到门 这样的时候 你都猜到她没有那么快开到门 没有那么快脱到险的时候 一切都不好看 还有她也是玩 Don't scream Don't move 叫点不应 所以她说 其实本身是可以增加刺激感的 但同一时间应该零刺激感 减慢 减半 你可以试想象 比如二型的 帅哥尼韦花 太空站在里面 她要妥备二型 其实如果她拼近的时候 你跟二型拼近 全力对女才好看 但原来帅哥尼韦花 她种了麻醉药 胆子就弹 那就胆子 那就得了 如果你终于是胃移型 你不幸 现在就这样 而更加扣分 的地方 我觉得有很多位置 不不明白 那个变态佬 其实是死了很多次 怎样可以死很多次呢 譬如有名班 女主角都不是等财子被 那不会是坐以待毙 那有八斗子 那怎样 其实我觉得你冷静一点的时候 你朝着一条颈动物 一对对过去 那谁都减掉了 另一方面,你在座椅上可以勒死变态 这一幕可以早就准备了 要不你编剧,在母子里就不要安排用安全带勒住駕駛中的变态 我觉得这个编剧来说,就有点忧乱了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勒死去准备 但你又没有勒死去 其实你坐在正后方,用膝蓋子顶着椅背 他就玩完了,所以他起码死了两次 第三次,在小屋里,又被阿伯打得飞起 又被塌下来的书櫃压死 压他不死,我也不知道阿伯为什么留手 阿伯又不断踢他 其实那边的变态也很伤害 但你这么快被阿伯击,就没戏唱 所以大家都知道阿伯都是那头近的 所以就不好看了 然后还有遇到警察等等 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变态佬很多时候,耳招招就是放火 但你放火里面又会生起龙烟,引起更多的注意 你现在还是搞警察 你打算是打机,GTA 这也是不合理的 最搞笑的是,警车旁边就是撞了树的旧车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车都烧了呢 你可以想象,来到增援或查看究竟是同步 即是看到警车烧到整套烂铜烂铜 但旁边有车牌,大家一定锁定你,不要玩 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些白痴位 令到紧张感,炸光 完全都不恐怖,觉得很低能 还有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瘋狗都说到自己的所谓觉醒 为什么会变瘋呢 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当然你瘋狗根本是不需要有理由的 但你是由一个正常人变瘋 那你的理由是否要合理一点呢 我觉得是牵强 除了这个变态佬可以死几次之外 其实女主角也可以死几次 就算是沉死来说 这个桥段都在电影里玩了超过一次 我觉得是过分了一点 最好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变态佬要捕走 或者要救女主角呢 坦白说,你不捕走不救她 游得她一把火烧了的时候,干手净脚 甚至你可以把罪责推到百度 因为女主角和阿爸一起烧死 那就是干手净脚 之后又再玩过 但又不是这样 所以,这部电影里 一来已经没有斗志斗力了 二来,很多位 你随死挣扎的位置是拖牆来做 三来,还有些很不合理的 就是那个变态佬 刚才我说的,变态佬可以死几次 但都没有死 那已经不好看了 然后还有些人物,很多都是白痴的 可能那个警察,你明知这个人有问题 那你还不一只眼盯着她 另一只眼就留意女士主 你真的完全全神贯注地和女士主聊天 你就不管那个变态佬 那你就活该死吧 那阿伯也是的 你这么多机会击她 而且是一个美国电影 如果你有不速之下进入你的房子 你真的让她坐在沙发和你慢慢聊 聊好,没问题 我先拿一支枪对着你 OK 再离开两米左右 确保你抢不到那支枪 对不对 那阿伯也是该死 你只能看她是该死 所以最后这部电影反过来 在我的角度,紧张感不足 所以Rot Tomato 和观众满意程度 给到43%是对的 只不过有些挺漂亮的风景 可能加一点分 又或者有些较新的设定 刚才说了 是说女主角被落药 整部电影都不断的 就是一格特别的 还有故事背景的设定 究竟女士主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一个人要去荒山野嶺看风景呢 其实有原因有解释 解释得挺好的 甚至她的结尾 我都觉得原来也不错 她也有少少手尾呼应 但那些手尾呼应就不太到肉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其中一句就是 Broken doesn't mean hopeless 可能解造心灵破碎 但不代表你完全没有希望 或者不代表你完全绝望 你仍然有一丝希望 不要放弃你人生 但这句话 未必可以完全应用在不同的人物 可能女主角都OK 但她出那个timing 有点奇怪 所以未必可以感动到人 不可以令到整部电影昇华 这句本身就是整部电影的精髓 令到我们的观众 表良三天 即是因着那个金句 我们记得电影 或者看电影 就会有些金句 I will be back 这些诸如此类 有些金句 但现在电影是没有的 说这些金句也很牵强 所以最后说到尾 可能四至五分是OK 因为都没有睡着 因为都是送饭吃 很难睡着 那就不分了 如果有时间是可以看一下 但我觉得更加要看 就是之前介绍的 Breakdown 和韩剧 Sumbody 如果你喜欢上影评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多谢各位 拜拜